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 真的是大師 蔡明亮導演 他的玄奘 其實蔡明亮導演 過去就導過舞臺劇的作品 對對對 年輕的時候 也寫過舞臺劇的劇本 也導過舞臺劇 他念大學的時候 是在文化大學戲劇系 那他這次跟李康生合作的玄奘 其實他的首演不是在臺灣 對不對 在國外 對 這個實際上是有台北藝術節 跟四個藝術節 就是魏娜藝術節 然後布魯塞藝術節 光州亞洲藝術中心 我們四個單位一起合制的 那這個大概在兩千 二零一二年年底的時候 最早是由我們臺北藝術節 跟魏娜藝術節先談 然後他們 魏娜藝術節 再去找布魯塞爾跟光州 然後一起來加入 所以時間上安排的時候 就是 那就沒辦法 因為這時間就是固定了 所以他們就是 布魯塞爾先 然後布魯塞爾完了 隔一個禮拜以後 剛好就魏娜藝術節 所以就在魏娜藝 所以他們現在國外 就是在五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現在是兩個藝術節演 那我們是八月 那我們最後一個是光州 就是明年的 大概五月的時候演 所以這個作品 就只在這四個藝術節演而已 所以這四個藝術節演完 就沒有了 這個作品在兩個藝術節 演出的時候 當地的觀眾還有影評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蠻多人去看的 包括了我所認識的一些 像亞洲地區的策展 比如說韓國跟日本都有 那像我知道 像韓國的藝評家就 劇評家就非常喜歡這個作品 那在比利時演出的時候 反應也非常好 那我也那演出的時候 也有人中場離席了 蔡明亮也覺得很棒 因為這個戲就有 非常有蔡明亮的風格 那主要是跟空間有關 就是說蔡明亮導演 他所擅長跟創造的是 另外一種體驗時間跟空間的經驗 你必須要進入那個世界 所以你看他的電影都是這樣 你不能用好萊塢的那種 非常緊張的戲劇的張力 標準去看他 你願意看 那你看到後面 你都還是會很感 那玄奘這個戲 當然反映了玄奘的一個 很長的歷程嘛 所以那蔡明亮導演 在他電影裡面 有一個非常擅長的是 他是把電影還原 到電影最重要的 本身就是視覺這個角度 所以蔡明亮導演的劇場 視覺性也很重要 這個戲不是只有玄奘 就是李康生 重點是玄奘 躺在一張紙上頭 有一個畫家跟他的幾個助手 在這個紙上面畫畫 而且隨著變 戲的過程裡面 這個紙會一直換 所以觀眾等於在創造 一個藝術景觀的形成的 一個過程 所以我有一個德國的 一個藝術中心的策展去看 他就說他看完 非常感動 他覺得覺得這個戲 給了他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經驗 還有時間感 那蔡明亮導演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說 他當然知道說 觀眾可能在中間 過程當中會無聊 或者是會需要一些更強的刺激性的元素 可是他為了讓你體諒 或者是你能夠去接近什麼叫玄奘 他甚至在很應該用音樂來去喚醒觀眾情感的時候 他都拒絕用這個東西 這是很不容易的 大部分導演會怕說觀眾因為看沒有情節的戲 然後會怕他沒有辦法助力 就開始加料 加音樂 加燈光 加音效 蔡明亮就是你就發現他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導演 他就是不妥協 對 然後要求你 然後讓你願意進入他的世界 所以這個戲實際上也是只有演 只有只有只有演出幾場而已 三場 好像也都賣光了 也都賣光了 對對對 然後他可能之後也不太可能再做劇場 因為他的戲都是李康生在演 對 那演劇場非常辛苦 所以李康生這個戲在比利時的時候 還有演出之後 還因為太勞累 有點稍微有點小中風 是 是 所以有來看到這場戲的觀眾朋友 可以說都是非常幸運 好老師你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戲是很多個國家共治 我們今年藝術節 也有好多個國際共治的作品 這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共治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藝術家要做一個作品 然後他可能成本很高 那他的作法就是說 好像我們可以先預購 對 那不是 可是他也會挑 然後會去排 所以我們就是剛好幾個藝術節 就說這就是我們的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是 第一個到時候這個作品 就不會去別的地方 只在我們這裡獨向 第二個是如果我們這四個演完了 假設以後有在巡演的話 因為我們是最早出籤的人 所以我們的名字都會出現在 這個節目單上頭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專業在策展來講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的名單 別的藝術節的人就會看到 或別的劇團 然後他就知道說 你們是一個比較有在投資 做當下的藝術創作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人 願意來找你做國際共治 那你越多新的國際共治 你的節目就越新 也就是說 你你就有比較一手的東西 你不是那種已經說 好像好像Bob Dylan 在全世界都唱都已經七十歲了 然後你說Bob Dylan 終於來臺灣 那你別忘了人家 已經七十歲了 我們希望當紅的時候 就剛好就來臺灣 所以我想共治最大好處 就是你可以找一些當紅的作品 然後這個作品 可能跟別的城市是同步的 比如說可能跟巴黎是同步的 跟倫敦是同步的 對 那我想這是一個 全球化的時代 訊息的流通都是同步的 那我想表演藝術 我們也盡量能夠 希望能夠反映這個狀況 好 我們今天非常 謝謝老師來到棚內 跟我們分享 台北藝術節 所以有一些戲要看要快 對 不然就什麼都沒有 謝謝 謝謝 東大陸 typ 在遺 agile 拍攝 酒 可以 排放 風 很 qualif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